達文西是科技藝術家嗎? 從古至今科技與藝術就是相輔相成的 在達文西的《大西洋古超本》中 就有記錄下暗箱的結構圖 而且不只是一張 是270張 什麼是暗箱呢? 他的英文是 Camera Obscura 沒錯 這就是照相機的前身 只是將底片換成了畫布 讓景物直接投影在畫布上 輔助畫家畫出符合透視法的作品 畫出帶珍珠耳環的少女的維梅爾 就被懷疑曾用暗箱來輔助創作 那個時代的暗箱 就像現在的AI繪圖一樣 充滿爭議 但這並不減我們對維梅爾的評價 他獨到的光影掌握與點畫法 使他成為了荷蘭黃金時代最有名的畫家 如今的藝術家也大膽使用各種新的科技 像是用VR、AR創造新的沉浸式體驗 運用AI或程式計算出圖像 或是在展場中安裝各種感測器 為展品帶來不同的互動模式 創作出過往 只停留在實驗階段的藝術創作 並開創出新的美學 就像維梅爾一樣 而今天我們邀請到國立台北藝術大學的 洪一平教授來跟我們分享 現在的科技與藝術 綻放出了哪些火花 我想先請教教授 您怎麼定義科技藝術 所謂的科技藝術既然有科技 它可以利用新的科技進行它的表達 因為不管是顏料 或者是比如說攝影機 你看攝影機早期出來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那不是藝術 因為你就是一個新的媒體出來的時候 大家就覺得 你這個好像以前畫畫要畫半天 那你攝影機按個快門就全部下來 好像沒有什麼藝術的光暈 但是隨著這個新的技術進來 就有新的媒體 那藝術家就會想說 怎麼樣去利用這個新的媒體 但現在就有些人會覺得 如果一個媒體呢 大家都已經很熟悉了 當他再來做一個藝術品的時候 有些人就會覺得 這不見得是科技藝術 那比較鬆的說法就是 只要是你用新的科技 或是我如果拿它來做新的嘗試 它也可以是科技藝術 您怎麼看待 像這樣子的虛擬實境 擴真實境 這種讓我們 彷彿進入另外一個世界 另外一個空間 虛擬實境 或是擴真實境 或我們想說延伸實境 這種新的技術出來的時候 它就給藝術家 一個很大的一個發揮的空間 我們現在都說 有了VR就會進入這個元宇宙 那到了元宇宙裡面 其實就是一個 我們所能創造出來的一個新的世界 所以這個東西 一定是可以給科技藝術 帶來一個很新的一個領域 我相信未來會越來越多的藝術家 會來用這種新的藝術的媒體 來進行他們的創作 那我們知道老師 過去也曾經研究過 如何在VR的體驗當中 還增加包括觸覺 嗅覺 甚至多重感官的體驗 因為我們如果真的要讓一個人 覺得 他真正處在那個空間裡面 其實 眼耳鼻舌聲 每一個都要顧慮到 我們在做VR的時候 視覺是被扮演比較多的注意力 但是你可以知道 電影剛開始的時候 可能是 墨片 沒有聲音的 但是如果你現在在看電影沒有聲音 可能就是一個很特別的電影 但是聲音可以帶來很多的情緒的感覺 所以聲音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在走到這個虛擬實境的時候 就有些人也會開始去注重這個聲場 怎麼樣去重現 然後慢慢的這個觸覺或是嗅覺 也是蠻重要的 觸覺如果你看到某個場景 你可能跟他碰觸一下 就可以感受到 其實現在已經有些VR的作品 是在會利用你跟其他的人 也許是演員 也許是物體 然後去感受那種觸覺的感覺 科學的進步 會帶來各種不同感官的可能性 不只是視覺 聽覺 甚至觸覺嗅覺 都有可能 所以說 這些感官 甚至都可以個人化 定制化 對 那當然除了在商業上 看起來是有很多的 應用場景 但是在藝術上 其實是率先去做一個嘗試 那那麼多的數位作品 它的著作權 如果說它的價值 要如何維繫 因為我們在網路上很容易 一個複製 就把這個東西呢 就存到自己電腦裡了 甚至又上傳到別的地方 於是出現了NFT 那老師怎麼看待NFT它的價值呢 NFT啊 它其實就是Token 它其實就是一段數字 那個在數位世界裡面 它就是一個獨一無二的 有NFT其實是架在區塊鏈上 那區塊鏈 如果你用的區塊鏈 是一個所謂的國際的供鏈的話 這個供鏈意思就是說 任何人都沒有辦法 去改變裡面的資料 你沒有辦法說 把某個聲音全部消掉 因為只要有人曾經發生過 在那邊講什麼事情 所以NFT因為有這個 是建在區塊鏈上面 所以它有一個特性 就是說 它是沒有辦法被篡改 而且可以被追蹤 以前的藝術作品 實體的大概沒有問題 大家都知道 世界上就只有這一個 但是也容易產生 我也是違化啊 對對對 其實我畫得很像 你根本沒有辦法分辨出來 但是如果它是在數位世界裡面 你又用這個NFT的這種 所謂數位版權的管理方式 來做的話 它就保障這個創作者 或是藏家 你拿到的東西 一定是真正的 以後就是擁有權 跟使用權 在所謂元宇宙的這個世界裡面 就可以透過這種區塊鏈 或是NFT的方式 來做一個管理 因為它的出現 使得數位的版權 有辦法被保護了 所以就更容易鼓勵 更多的藝術家 去做數位創作 有很多人是透過 寫程式的方式 來展現它的藝術 對對對 那不只是透過科技來創作 它是直接用程式 來重新生成它的藝術 我們能說這個藝術是 藝術家的創作呢 還是說它是程式的創作呢 還是說 藝術家的創作是程式本身 而不是那個藝術本身 老師你怎麼看 這種深程式的藝術 我們叫Generative Art 我寫一個程式 然後去產生了某個東西 感覺上是電腦去把它畫出來的 可是這個程式是人寫的 人希望它長這個樣子 這種深程式藝術 當然是一種科技藝術 你用這個電腦科技 去產生一個你想要表達的東西 就好像以前 你要畫一個肖像 你要慢慢學素描啊 後來你攝影就不用 你只要去把光打好啊 把這個構圖構好 雖然你只做了一個 按加快門的鍵 但是呢 在按快門之前 你要做好很多的準備 對 你好像是電腦幫你畫的 在你做這件事情之前 你其實要有很多的準備 或是你有很多的訓練 你才有辦法做出這個東西 但是也不是說 用程式弄出來就是藝術 我如果隨便拿一段程式 隨便弄幾個參數就出來的 那這個就不能說是藝術了 就好像同樣一個畫布 達溫熙他可能 從顏料到畫布到所有 都研究透徹了 他做出一幅畫 那我們一般人隨便撇兩筆 不能說他是藝術這樣 是不是藝術 其實是看誰在創作他 然後他在創作的過程中 到底他想表達的是什麼 然後有沒有真的有辦法達到他 所想表達的那個東西 那接著想要請問教授 就是說其實很多的藝術家 他們會在應用科技 或者說在感受科技的過程當中 想要去反思科技 Cyberpunk 或是說反烏托邦的創作 那教授怎麼看你的 我們可以看到 有些生物科技拿來做藝術的 你會看到一些會讓人覺得 哇 以後人類是不是會變得很奇怪 有些藝術家是在探討這個 或是在反思這個 或是提醒大家 這個東西有可能會有什麼樣的副作用 所以這個確實是有不少的科技藝術家 他會看到一個新的科技出現的時候 他會看得比較遠 就是說這將來會不會有些什麼問題出現 我們好像說這科技藝術家 他某方面有點像是預言家 他把可能會發生的一些情境 透過一些藝術的形式呈現在我們的面前 那我們能說他其實在做科幻嗎 還是說其實科技藝術家想要傳達的是更不一樣的事情 我們確實是看到很多的科技藝術家 他會用現在科技想要去描繪未來世界可能會是什麼樣子 這個boundary就是見仁見智 就好像我們會有人問說 那電玩到底是不是科技藝術 對不對 這重點就是不是每個電玩都可以是科技藝術 比如說今年的台北數位藝術節 他就有很多電玩的作品在裡面 每個作品他其實是想去表達一些作者或是創作者 他想表達的那些意圖 所以很重要的是那個藝術作品 有沒有他想要一個表達的東西 然後他表達的方式是不是讓大家看了以後 能夠心有氣氣焉 那可不可以老師幫我們總結一下 接下來我們看到的科技藝術會朝什麼方向發展 是貼著科技的最新發展然後持續去前進呢 還是說會有什麼其他的面向 科技藝術節很多都是貼著這個科技的最全員在走 最新的科技是什麼 然後藝術家拿他來做些什麼東西 但是慢慢的這些科技藝術節 他也慢慢會比較著重這些科技對於社會的影響 所以這個社會性的議題是越來越被這些科技藝術所重視 如果以台灣來說的話台灣現在跟國際的交流是很密切的嗎 還是說現在有什麼樣的局限呢 台灣早期是真的比較沒有這麼多跟國外的接觸 因為國外可能40年前50年前就有很多的科技藝術家非常活躍 那台灣從大概20幾年前開始呢 其實慢慢就有一批科技藝術家越來越活躍 所以也開始會在國際上跟國際有一些交流 那這幾年來我是覺得有一陣子是非常的活躍了 那現在可能需要政府如果能夠繼續支持這一方面 多跟國際的一些科技藝術的機構啊或是藝術節啊 多支持這方面的交流 那對我們的科技藝術的領域應該是會有幫助的 那今天非常感謝洪一斌教授來跟我們分享科技藝術 也非常謝謝教授協助我們擔任這次的客座總編輯 你心目中科技藝術算是什麼呢 你有看過哪些讓你備受衝擊的科技藝術嗎 歡迎跟我們分享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呢就到這邊結束 關於科技藝術想知道更多就到科技妹來看吧